字幕 李宗盛 早 早 发听歌 哦 很早 也不算很早啦 都八点半啦 那我们早上今天是要来介绍一个洗癌灯周边的案子 我们来先等一下大家好朋友到线上 不知道有没有开始直播了 OK有了有了 还没有 有成功吗 确认一下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 开始直播 OK OK好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领带领带先调整一下 我们稍微等一下线上了好朋友 领带 打好领带 有时候时间会来不及 我们就 这个 边直播边绑领带 顺便示范一下领带的打法 早 哎 线上有朋友的话先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先帮我分享一下 今天要讲的是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三房 最近市场上有一些消息 也蛮震撼的 例如说高铁前面五千两百多平的土地要公开标租了 公开标租的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想也会带动一波带动一波这个高铁周边的一个买器啊 那高铁高铁除了有新闻之外在喜爱登商圈附近也陆陆续续有一些不错的新闻 哎 风衣 风衣建设的这个风采520啊 最近也开始应该有一些朋友陆续收到一些简讯啊 就是说他们要 他们说要 如果你去年有买风采520 或年初有买的啊 他们风衣建设愿意跟你收购回来 这个也是蛮特殊的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做法 以前都很少 很少 很少听说过 就是如果你有意愿的话 你是可以把你的房子卖回去给风衣建设 那今天发电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喜来登这个三房双车位 三房双车位 各位如果好朋友他准备要买房子的 说是最近要买房子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这个 把我们那个发电哥的粉丝专业 分享给他让他知道 因为发电哥从现在开始 这个大概从一个礼拜前我们就开始 陆陆续续每天都会讲一个案子 或是讲竹北市场的概况 或是讲新竹市场的一些 新的消息跟风向 跟大家来做研讨 那我们其实这个直播很短 就只有15分钟而已 那偶尔会超时 那讲的就是 大部分就是房地产 竹北房地产 新竹房地产相关 如果你有朋友正准备要买房子 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 发电哥 线上赏屋这个频道 或许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你可能最近没有要买房子 可是那也不一定说 你可能三五年后就有计划要买 那不就是先把资讯捞在手上 未来要买的时候 你可以下的速度 下决定的速度 就会比较快 发电哥是 这个有一个粉丝专业 就叫做 永庆发电哥 你也可以在线上搜寻 发电哥的看物日记 也可以找到 蛮多发电哥的一个产品 好 这个大有可为这个社区 在哪里呢 在竹北喜来登的斜后方 竹北喜来登的斜后方 那这张照片可应该是在十几年前拍的 因为连狭隐都还没出现 那现在大有可为正前方叫做 封财520 封印建设的这个案子非常巨大 盖完完工之后 就是直接把国滨大越 国滨大越有790多户 直接抛在哪后 越升为竹北户数最多的社区 我来看一下 这个大有可为这个基地的案子 一个位置 这个三房1268万 它的位置就在喜来登的后面 喜来登 喜来登在这里 封财520就在这里 正在开挖 已经挖了地下四层五层六层了 然后圆摆新世纪就是我们讲的竹北大圆摆 所以大有可为就在喜来登饭店 封财520竹北最大的建案 跟新世纪大圆摆夹在中间 然后呢在爱因斯坦旁边这个工友停车厂有个BOT案 隆亨影业 就是电影院啊 也就在这个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大部分就走100公尺 200公尺300公尺 你就可以到看电影 那自强南北路呢 可以说是新竹 就是可以说是竹北的忠孝东路 那为什么说它是竹北忠孝东路呢 这个忠孝东路贯穿南北 贯穿南北 那我们自强南北南路呢 也是贯穿南北 横的光明六路 我们可以称呼它叫做 这个忠孝敦化 敦化南北路 然后文心路呢 文心路 直通高铁 所以在目前这条交通动线上 非常非常厉害 大家对于这个如果喜来灯周边的案子啊 有兴趣哦 我觉得你一定要关注这一集影片哦 因为这集影片 把详细的把喜来灯周边的商圈 来做一个介绍 那喜来新竹只有两间五星级饭店 第一个就是国宾大饭店 第二个就是竹北喜来灯大饭店 当然老爷酒店也是在排行榜上面 只不过 喜来灯饭店 它目前算是竹北高铁区 首须一指的这个五星级饭店 那这个饭店从成立至今啊 屹立不摇 你看这次新冠疫情 它还推出了一些方案 让很多朋友能够住进喜来灯饭店 在这张图面这样可以看到 喜来灯跟风采520 它有远百姓世纪 就把我们这个这个案子 三房双车位1268万这个案子啊 直接夹在中间 简单的说明就是这个位置 好上加好 非常非常的好 昨天还有一个朋友 我们有专程从台北 台北来到新竹 就是要看这一个 这个三房双车位 位置一级棒 那这边有什么学区呢 第一个 十星国小学区 第二个 成功国中学区 第三个 还有六家高中双语学校 这个是成功国中的校门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喜来灯三房双车位的一个学区 成功国中 那这个呢 是我的母校六家国中 他现在已经晋升为综合高中 所以他也叫做 他叫六家高中 然后他是新竹县的公办的双语学校 各位真的是可以留意一下 喜来灯周边发生的这些动态 房市新动向 买房子一定要买在著名地标 著名地点 例如说高铁站周边 百货公司周边 未来要卖啊 仲介要卖也好 卖也好介绍 你买的太远去 你买到 人家说 以前我们有一个 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 我买庄信端 庄进南路上面的店面 人家一听到 庄进南路 哦 庄进南路 我知道 我也曾经买过 复兴一街的门牌 我跟他说 我们的店面在复兴一街 加封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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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啊 所以 哦 跟哈 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跟你说 哦 我知道在哪条路 表示这一个门百号码 非常有名 值得买进 那如果你买的房子是 如果你买的店面是在 人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路啊 比如说 蛤 那就很好笑 因为他连你买的地方在哪里 都表示这非常非常的 没有名气啊 六家高中就是以前 发电哥以前的母校 以前叫六家国中 六家国中 现在都已经变成 中和高中了 中和高中 所以十星国小 成功国中 跟六家高中啊 他就 就是环绕在我们喜来灯周边 当然喜来灯后面 还有一个安兴国小 也是新学校 整个硬体设施都非常的 一个不错啊 好 这是十星国小的正门 在什么路呢 庄靖北路 庄靖北路 哎 请问一下 自强南路跟自强北路 分界点在哪里 在对在光明六路 光明六路分 南北 所以庄靖北路 跟庄靖南路 也在光明六路分南北 然后 竖北交道一下来左转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图面上 这个十星国小 十星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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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 就是我们 市场上啊 非常热门的学校 几破头要进到十星国小 几破头要进到成功国中 都是非常棒的公立学校 全台湾就只有竖北 这只有竖北 人气 这个人口增长率是全台湾第一的 我们扣掉六都乡镇市里面 目前竖北市仅次于彰化市以及屏东市 那屏东市再过两个月 它的人口就会被竖北市赶上去 因为竖北大概今年十月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为目前竖北已经有十九万七千人 目前竖北已经有十九万七千人 十九万七千人是什么意思呢 竖北假设每个月搬进来五百个人 两个月一千人 四个月就两千人 六个月就三千人 十九万七千人 就是今年年底一定会突破二十万人的大关 所以各位如果你正在观察 正在考虑竖北 要不要买进 我可以跟你大声的说 不要再考虑了 因为你真的买不到了 因为大圆板盖起来之后 风采520盖起来之后 我认为它下面一楼二楼地下是很有可能 成品 IKEA 甚至SOGO它会重回新竹 新竹 火车站前面不是收掉一间SOGO嗎 你认为它要去哪里 它会很看好竖北交流道 竖北交流道一下来左转假设SOGO摆后 再搭配大圆板 商圈 真的是前途无可限量 因为你从湖口交流道往南 下竹北交流道很快 如果从公道五交流道 新竹交流道 你要往北下竹北交流道 你就可以来到我们喜来灯商圈 然后高速公路加高铁 红的又有68块铸道路 然后 这个3号高速公路 1号高速公路 滨海公路夹起来就是整个竹北 以及COSTCO商圈 你真的要关注喜来灯周边 这边这么这么棒的一个环境 全台湾目前 不要跟台北不要跟台中 不要跟高雄比啊 台南桃园不要比 你唯一要买的地方就是竹北 为什么竹北它这么好 因为园区有多少人 十几万的工作人口 再加上台湾科技园区 台湾科技园区 它是逐渐崛起的一个新势力 很多很多小型公司 他在台湾买一个办公室 或住一个办公室 他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上班人口 这是竹北大圆版的完工图 他用客家圆楼的概念 目前他一楼门面基本上都已经盖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都还没讲到正题耶 就是大有可为三房双智慧 都还没讲到 竹北斜山山山圈 这么多的议题 我们是还讲不完你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这边那么好 房地产绝对是靠着人乘起来的 你没有人 你屏东县 花莲台东县 你怎么搞房地产 房地产就是要买人多的一方 人都行人公英队 整队人自然就要买那个地方 整堆人群聚的地方 当然新冠疫情我们不要群聚 可是我们喜海灯商圈 真的发电哥砍大声跟你讲 三房双社会 一千两百多万 未来还是有成长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风采520他要卖到多少钱 风采520根据最新的消息 我们业绩好朋友的消息 风采520已经突破35万 这一间多少钱 大有可为就在他旁边 一瓶不到25万 价差10万块钱 你说你要买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数学不好 35跟25 你也应该知道价差多少 50瓶一瓶差10万 就差500万 我没有跟你乱说 风采520只要完工 大有可为周边的侠影 大有可为或是竹科办公室 通通要往上涨 全部会往30 一瓶30万来靠楼 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大有可为有400多户 20多层的楼口 未来会被风采520直接碾压过去 可是没关系 我们就住在喜来登 风采520 未来假设IKEA来 未来SOGO百货来 未来是全台湾最大的全年超市来的 你就在他旁边买菜 或是什么都很方便 真的不要开玩笑 这个案子 买到赚到 我不是卖菜的 但是 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我们讲太多 那你讲说 老饭卖瓜自卖自夸 这个叫做大有可为三房双车位 左涌大圆板 右抱喜来灯 1268万 你不要去看建设公司 因为建设公司不准 所有人外地人 他哪里知道什么 什么野岭 昆山 风云 他就知道喜来灯 那个喜来灯 大饭店嘛 总圈状屏输53坪多 主建屋有26坪 还有两个车位 一个平面一个机械 一个平面一个机械 好看一下中坪花园 时间不多剩下5分钟 赶快把案子介绍完 因为其实关键不在这房子本身 关键在这房子的一个位置所在区域位置 中坪很大 还有25公尺的游泳池 是室内的一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 我喝个咖啡 这个案子 因为我本身是住在 本身是这个六家国中 东海国小毕业 所以其实这附近我们的生活金 我们自己都是非常了解的 这个不能开玩笑 这么好的一个地点 不介绍给你们 真的买到 不要说买到赚到 因为这句话是这个 做生意的人来讲的 我们不要讲这样 我们讲这个案子 保证增值保值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厕所 厕所最重要的就是有 就是有这个 通风 通风好最重要 这是后阳台 可以放洗衣机 烘干机 还有一个 搓洗的一个台子 这边是后阳台 抽烟 或是 这位置是 就在这边 好这个是后阳台 进来 厨房 厨房 L型的流理台 一个大冰箱 三层的电冰箱 的位置 这是 三房双车位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卧室 第三个房间 是一个书房 第三个房间 是一个书房 这是第二 就是次卧 不是主卧 次卧 它有一个推外床 这个房子它其实过去几年都是租人的 但是屋主打算把它拿出来卖 这个刚好赶上 风采520 它陆陆续续可能 可能都 这个 这个市场价格往上 屋主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这个拿出来卖一下 所以它油漆全部 重新漆过 很漂亮 这是主卧室的一个 主卧室的浴室很大 有一个浴缸 有浴缸现在比较少见 现在这个 这个是有浴缸的一个主卧室 各位 对于这个 发电歌的 这个 线上赏屋 有兴趣 关注一下 好不好 那个 LINE帮我加一下 0909539431 0909539431 把发电歌的一个 LINE加一下 然后 也关注一下 我们这一个粉丝专业 因为我会在线上 把我们一些好房子 跟大家来做分享 你要买房子 其实最差 你 最 比较落后就是 你资讯比较少 当然现在去 线上的照片讯息很多 可是好东西 一定要 要 要 人家报给你 你才 你才知道 有时候你是外地来的 你不晓得原来 竹北要怎么买 买哪里 你一下子have no idea 你 你要怎么买 所以我昨天我好朋友 他从台北下来看房子 他说还好 发电歌给他介绍的 这么详细 给他介绍洗癌灯商圈 介绍高铁商圈 你看高铁周边新房子 都要35万 36万 太夸张了 是大燕 大燕 他竟然已经卖到破40万 中央公园周边不要讲 因为高铁一出来就中央公园 什么国泰建设啦 什么哈洛的哈洛以前 23万和4万 现在通通往30万靠 靠 你看 这个行情是怎么看 人 全台湾的一个人 人口往哪里移动 就往哪里去买啊 关注一下发电歌的看物日记 来我们看一下室内的主卧室 主卧室好漂亮喔 它的衣柜其实是重新烤漆锅 你看这个一烤漆下去 我问过设计师 他说你为什么要烤白色 他说白色看起来亮啊 整个空间感拉起来很明亮 没错 主卧室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 一进去主卧室 左边就是浴室 右边是衣橱 前面就是我们的 这个大窗户 所以采光 虽然说它是二楼 可是采光还真的蛮不错的 三房两厅 三房两厅双车位 三房是什么三房 这第三个房间 它是搞一个 一个书房的一个概念 一个书房概念 所以如果你的亲戚朋友 要来到竹北 短暂要旅游 可以让他住在一个书房里面 客厅 看一下客厅不错 这个原本 其实在租屋阶段的时候 发展哥就已经进过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 这个 现在沙发位置是以前电视柜 然后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啊 真的是相当的舒适啊 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可以掌控到大门进出的人 对不对 好 下一张照片 这是从我们大门口一进来看到的 室内的一个空间 一个一个氛围 这种格局是发展哥最喜欢的 门打开来格局在左边 我以前就很喜欢住这种 门打开来格局在左边 房间浴室厨房通通在左手边 有另外一种格局就是它的 相反格局就是门打开来格局在右手边的 那大家喜好不一样 你喜欢格局在左边跟格局在右边 都可以 都可以 有些人说 啊这个是 这个啊 什么投资客 这个要赚钱 我说 你不要管什么投资客 还是住客 你能够买到这个 包包提进去就可以住的 那还管他什么客 然后反正 关键你关键的其实就是价格 你心中最关心就是价格 那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风采520如果破三四头了 那这个才二次开头 你还不敢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就赶快打电话 跟我约时间看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 区域位置很好 保值增值 未来上涨空间还有 是明显看得到的 不是说 还要等什么铁路 铁路开通 不用了 这个马上旁边就是 已经是 一个很成熟的商圈了 这大门口一开 左边是一个鞋柜 直走就是我们的客厅 整个空间感看起来很不错 为什么今天我们直播时间 超过15分钟会比较久 原因是因为 这个房子前端 我们光是介绍 喜爱登商圈的一个地理位置 有大圆 竹北大圆板 又有龙亨引城 然后风采520上千屋的 房子一交屋之后 这周边你会觉得 瞬间恍如在中和永和 台北市 因为全 这个 就是人口密集度 房价 就被推上来 很多人说 竹北空屋率很高 我说你是用什么角度看啊 竹北的 竹北的 竹北的这个 竹北的这个 你说每个月户籍清真500人 那上个月他就已经房子买起来 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他先把户籍牵进来 然后才来买房子 不是他是先把房子买好 户籍才牵进来 每个月500 建商一个月都要搞出两栋电梯大楼 塞下这一些人 每个月竹北的建商要很努力很努力 盖出两栋大楼完工 给这些人交屋 他才有办法 他才有办法把户籍牵进来 这是一个第三个房间 书房的一个概念 这是次卧 次卧是不是可以看到 中间的浪溃的走道空间很少很少 次卧的一个空间 今天我们大概线上 发电哥带你线上赏屋 就是看一下室内的感觉 感觉的风格是你喜欢的 是 有那个眼缘 眼睛的缘分 我们就可以来去 约时间看一下 0909539431 赶快联络发电哥 LINE一下 因为好房子不多 要拿出来卖的东西 不是说你想 你想 这个是要缘分 买房子的缘分 有时候你资备款不够 看到喜欢真的 要赶快给他签下去 钱慢慢再找 还有时间嘛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发电哥的一个 这个 喜来登商圈周边的这个 线上常规 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让他也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频道 持续有在帮大家介绍好房子 真的要靠大家介绍好 亲朋好朋友 买到好房子 他未来都会感谢你 真的在过去十年 过去十五年 在珠杯买房子的人 通通都不会失望 这个是 第二个厕所 第二个浴室 那总共是三房两厅两位 双车位嘛 所以要有两个浴室 两个洗澡的地方 还有后阳台可以晒衣服 这厨房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厨房 L型流理台上下柜 OK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 喜来登商圈 1268万可以买到 三房两厅两位双车位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在这周边能够有三房啊 那大部分四房 四房目前周边有 可是三房离喜来登最近 就是这一间了 就这一间 赶快把握一下 这个 根据我们 业界好朋友的判断 这个这间房子 应该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 不会太久哦 要看房子 真的要赶快 今天我们照片准备比较多 真的是让各位是 线上赏屋啊 基本看完这个也不用 不用去现场 因为 我们已经拍得非常完整了 车位 一个平面车位 一个机械车位 平面是17号 机械车位是 47号 而且机械车位 不是在下沉 回家 就直接可以停进 车位里面了 47号车位 直接停 就停在 汽车位上面 哎呦 有人停重型摩托车 大有可为三房 雙车位 1268万 赶快把握 周边风柴520都破三了 这间才是二开头 赶快有机会 就一定要赶快联络 发电歌 0909539431 赖我的时候 你就写yes 我想预约看房子 这样就对了 右上方有的QR Code 如果有QR Code来搜寻 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那我们今天的 发电歌 线上赏屋 就到这边 那我们 每个礼拜 一到周六 都会有 那就是 一定要 关注 分享 留言 按赞 拜托了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结束了 有兴趣的好朋友 加我的LINE 加我的LINE 是Message跟我联系 谢谢 拜拜